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火炬将于18号传递到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市 卡尔加里市民于16号夜晚狂欢庆祝火炬即将到来 请看本台来自卡尔加里的报道 这是一个在奥林匹克广场举办的露天公众音乐活动 在光怪陆里的荧光灯下 人们随着三位首次来阿尔伯塔省的国际电子音乐家奏出的强烈节奏狂欢摇摆 同时欣赏活舞者的精彩表演 活动的组织者托德·霍克伍德表示 卡尔加里人期待着火炬的到来 这个活动名叫吃雪鸡 庆祝卡尔加里奥林匹克传承 奥林匹克广场是为冬奥会颁奖和庆祝举办成功而建 卡尔加里期待着温哥华组织者将火炬带到这里 星期一我们将在广场迎接火炬的到达 托德还通过本台祝贺即将到来的华人新年 卡尔加里曾在1988年成功举办了第15届冬奥会 22年后冬奥会火炬将第一次重返卡尔加里 新唐人记者蓝骑石元萧峰卡尔加里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